他像小孩一样练习着抢电话 因为编辑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谁先接到新人的投稿电话 谁就有招募这个新人的优先权 某天电话突然响了 可他刚好差了一秒 安景前辈先接到了 黑色一脸祈求的看着安景 安景竟然把电话让给了他 新人就在楼下 黑色立马冲下去 到地方才发现 怪不得安景前辈让给自己 来的是个78岁的老头 讲述自己想在冒蝶之年 实现曾经的漫画梦 有理想是好的 但漫画主力人群还是青年群体 黑色婉转的拒绝了对方 老人失望中带着理解 因为他已经跑了五家编辑部 结果都是一样 回到办公室的黑色 总觉得伤害了老人 同时问他面试如何 他答非所问的说 一位叫失之近的先生 画的野黑风格 听到新人 黑色反应过来 不管多少岁 人家都是为出道的漫画新人 不该轻易否定 他冲下楼追上老人说 您把作品拿到哪家漫画编辑部 都很难被采用 但如果您送去老年杂志 估计会给您看面 黑泽还特地给老人列了一份名单 老人走了 但他的故事还没完 黑泽的故事也在继续 他的新人招募 来到了漫画展销会 这里有无数位出道的漫画爱好者 展销自己的作品 各大编辑部自然也会设展台 期望能发觉到有实力的新人 一个女生在朋友的提醒下 看向编辑部的展台 但他又切于投稿 感觉自己实力不够 此时在人山人海的编辑部展台 一个男生站在了黑泽身后 地上作品 黑泽看了一眼 吃惊了 因为这画工实在太烂了 出于礼貌 他看完了全部 又一次吃惊 这部漫画的固执性和节奏 都太出色 黑泽暂时留下了这部作品 接着他又发现了 徘徊在展台附近的那个女生 他问女生要投稿吗 女生直摇头 说自己不行 抑郁惊醒梦中人 偌大的场馆 熙熙攘攘 每个人都是行的可能 女生看着走了的黑泽 追了上去 他要投稿 这个画工很厉害 黑泽信心满满的希望 能带着女生出道 展销会结束 他把选的两个作品 拿给三藏老师看 三藏老师认为 两人都很有前途 一个画工好 一个故事好 他暂节可以先指导他们 于是两人每周末 来一次三藏的工作室 首次见到这位叫东江的女生的作品 助手们都很吃惊 见到中田的话 同样吃惊 一个好的吃惊 一个烂的吃惊 中田问首席助手阿仓 要如何让画好看 阿仓说 能画好圆 就能画好画 中田试了几次 他都画不好 古怪的性格一下爆发了 气氛有些尴尬 没过多久 东江就做了新的粗稿 拿给黑泽看 有点是画风好 看着舒服 但同时黑泽指出缺点 情节零散 完整性差 剧情毫无起伏 看着自己粗稿上 被密密麻麻贴的标记 东江有点恍惚 他又开始觉得自己不行 两个月后 五百发掘的新人大众 已经出道 作品还很有热度 可黑泽的两人 一个还在改粗稿 一个还在练画工 他倒是信心满满 一旁的安景前辈却说 画不好就找代笔 故事不好就用别人的 我们做的是商品 不是艺术品 黑泽说道 他人怎么可能 完整理解漫画家的思想 那不就成流水线工作了 黑泽觉得安景前辈 这是对漫画家的不尊重 不负责 于是他继续让自己的理念 带两位新人 但这时的东江 心态变了 粗稿改了无数次 次次被挑出问题 即使黑泽 每次鼓励的话说一大堆 尽量小心地 不让东江失去信心 可东江还是开始 胡思乱想了 在工作时 他和助手们 说起粗稿的事 阿仓说 你已经很好了 我都改了十几年了 能出道的助手 其实只有五分之一 能一直吃这晚饭的 更是少之又少 这是另一个助手说的 可能也是黑泽不行 因为他也是新人编辑 这两番话 让东江更不知何去何从 回程中 他问中天 对黑泽怎么看 中天说道 展校会那天 我投稿了很多编辑部 只有黑泽认真 看完了我的作品 所以我会继续 一边练画工 一边画粗稿 至于你说的画不好粗稿 我也不明白什么原因 果真人的烦恼 是不相通的 回到家的东江 正不知如何下笔 突然看到有新邮件 编辑部的安静 想找他聊合作 原来几天前 安静找了新项目 给畅销书女儿的 发色做漫画版 提前为电视剧版预热 主编让他自行安排 安静便在网上找起画工 刚好找到东江 东江说 我已经在黑泽手下了 安静有点吃惊 但转头他说道 还没出道就不算 而且三个月了 粗稿都没看好 你甘心被埋没吗 画了这个小说 你可就直接出道了 东江还没选 黑泽先知道这事了 他指责安静横刀夺爱 安静说 选择权在他 他不换 有大把人换 黑泽更生气 这等于把东江 当成随意更换的工具了 安静手一摊 那你让他出道呀 人家也要生活 你有工资拿 人家撒月 可一分钱没有 这说的黑泽哑口无言 内心的郁闷 只能告诉小泉 他是真的相信 东江可以出道 他也真的在 全心全意的 带东江出道 但这世界就是当局者迷 可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既是迷 也有不得不抬脚的理由 是年龄的增长 是父母的催促 是稍纵即逝的机会 于是二十多岁的我 仓促间选了 看起来离理想 最近的那条路 我谢过曾经的贵人 在茫茫人海中 叫住了我 让梦想发了牙 我问他 这次我选的对吗 他眼光寒泪地告诉我 一定行 加油 我看到了前面 三个字的美好 却没注意到 后面两个字的沉重 因为我以为 选对了路 就能一定行 但其实加满了油 才能冲到终点 毕竟人生 没有无用的精力 加油才能 让这些精力闪光 让这些精力 为理想筑基 可东江还不明白 这个道理 抛弃黑泽 是他第一段 加油不足 冲刺无力的旅程 至于第二段 希望他加油加油 就像黑泽一样 在十句东江的夜晚 大哭一场后 第二天依旧 元气满满地来到书店 要看看最近流行 何解推荐了他一本 小出版社的黑马之作 追忆 出自78岁的 新人视之镜之手 在老年群体 反响巨大 黑泽呆住了 这不就是他拒绝的那位吗 回到公司 主编也在看这本 黑泽的爆款新人 已经在路上了 他就是中天 但要如何快一点 辅助他出道 黑泽还毫无头绪 于是他开始 全面地向500钱被学习 不但办公室问工作 下班了还偷偷跟着人家 结果发现500 真是完美 会把零钱随手捐了 会帮助有困难的人 甚至街上没有一人一车 他仍旧等红绿顿便利才走 正当他给小泉 感慨500的好时 一旁的店员却说 500做内线 可不是为了当好人 黑泽疑惑不已 于是在碰到500做好事时 他忍不住问了原因 500告诉他 自己也是学别人 学的就是社长 此刻的社长 刚好在书店完成购物